歡迎收看生命電視台 接下來請收看說故事時間 來喔 趕快聽說句 大家對我來喔 這回來學父囉 政策的故事喔 阿成哥公告 講出父教的經歷 講出父教的故事 各位佛山 阿密教訓 今天很高興 要來跟各位佛山分享這個主題 叫做鳳鴨 阿密教訓 他要看來證實 還要來共養給佛杜 那麼當這個婆羅文 看到這兩腳的火鍋 你不證實 看到佛杜的時刻 佛杜開嘴第一句話 他說放下 喔 婆羅文 聽到佛杜 說放下 他馬上 把他倒下的 這個火鍋 還要把他倒下的火鍋 佛杜這個時刻 又說一遍 放下 這個婆羅文 他馬上 把他爬上的火鍋 又把他倒下的火鍋 那麼在這個時刻 佛杜說第三遍 放下 這個時刻 婆羅文 他就出聲 他問佛杜 他說佛杜 我上手的火鍋 都已經放下放在土鍋 請問佛杜 你是要求我放下什麼東西 佛杜這個時刻 他說 我要放下你內心全部的接觸 我內心全部的接觸 各位佛杜 我們人們有很多接觸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沒有去給他注意 我們內心的接觸是為對來 為 略金 割到略石 這個磐原略石 這磐原略石 因為這個磐原的過程裡面 後來每一人都要 每一人都看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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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家要添亂 添亂的東西真的有夠多 因為這個婆羅文 他的經濟性色 他的因緣性色 佛陀要跟他說 放下這個法 其實放不下 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通病 曾經有一個菩薩師傅 他的媳婦 把他生了一個金孫 生了好生 那麼這個菩薩 有得開心 他們好生生了一個金孫 來叫阿嬤 從這個孩子剛出生的時候 這個師傅 他每天都這樣笑 什麼事情都媳婦 你不用做 大家來做 生生苦 養苦 養苦 養養 養養 每人都阿嬤唱 要做 因為阿嬤疼孫 結果在這個時候 孩子漸漸 漸漸 漸漸 大漸 孫要吃飯 阿嬤就趕緊 去餵牠 去餵牠 就餵 餵 餵後 阿嬤就趕緊 去廚房 還給牠下棚 下櫃子 趕緊 餵 餵到這個孩子 這樣發療得很好 當時最主要 這個孩子很乖 這個孩子自小 跟阿嬤說什麼 他做什麼 他覺得這是正常 聽阿嬤的話是正常 因為阿嬤會顧這個阿孫子 這樣時間一直過 一直過 到這個孩子 這樣賺一連錢 這樣賺小 每次放學後 阿嬤就說 阿孫子來 來阿嬤這裡 你生日 阿嬤跟你生日 阿嬤跟你賺小 哇 在這個時候 這個孩子 阿嬤這樣在家 成績也是靠得很好 所以在這個家 這個小朋友 為他出事 到有讀書 沒有一行 都不是阿嬤在關心 到有一天 這個孩子 十歲了 有一個師姐 在來職 這個菩薩 他說師姐啊師姐啊 我們當時要歐洲出頭 十二天的 你做的來參加 這個阿嬤呢 她就說 好啊 好啊 那歐洲我還不去 這樣我報名 我報名 我報名 政經 啊 飼料都交給人了 有一天這個阿嬤 靠 給那個 給他 要去歐洲的這個師姐 靠給他做什麼呢 她就說 師姐啊 我看 歐洲這段 我不會去 結果那個師姐說 不行啦 那都扮好了 都扮好了 都扮好了 你才不會去呢 說 啊我如果去 我這個阿嬤的吃飯 沒人給我看 啊我如果去 我阿嬤 去西宮殼 沒人給他拚呢 啊我如果去 我阿嬤 我阿嬤的洗人家 那三口 沒人給他洗呢 大方就是我阿嬤的 我阿嬤的 結果這個菩薩呢 這個阿嬤呢 他就 在那裡煩惱 他這個阿嬤 那麼其他的師姐就跟他說 哎呦 你每行都都想過 風不下 你就把他拚拚好去 這邊要去歐洲出頭 不只12天而已 你不要給他想那麼多 啊好啦好啦 我不要想那麼多 時間到對人家的飛機去 歐洲出頭 結果這12天裡面 去到法國 或是想到台灣的阿嬤 去到英國 或是想到台灣的阿嬤 12天生了 還回來到台灣的時候 好 回來到處 這個阿嬤呢 他就在想阿嬤 在找阿嬤 阿嬤阿嬤阿嬤回來了呢 好 這個時候 那個阿嬤還在騎 阿嬤來你不讓阿嬤抱抱 這個阿嬤問阿嬤一句話 他說 阿嬤阿嬤 阿嬤阿嬤十二天沒在 你覺得怎樣 想不到 這個阿嬤說 阿嬤沒在的我很快樂 阿嬤剛失望 為甚麼阿嬤沒在的你才會快樂 他說你不知道阿嬤沒在的我很自由 我如果要出你吃麵 我可以吃麵 我要出你吃炒飯 我可以吃炒飯 那麼我出你七號 騎腳踏車 我都可以出你 那麼阿嬤在的我什麼事情都不可以做 哇 說到這裡 那個阿嬤當然是雙心 他就在雙心說 我們阿嬤一定跟他講阿嬤 阿嬤我學生你喔 結果不是 是說阿嬤你如果沒在的我很快樂 故事說到這裡 這個阿嬤就是接著 這條什麼 接著這個阿嬤 什麼事情就放不下了 那麼曾經有一個大將軍 這個大將軍喔 好他真的是戰功標明 在戰場裡面呢 真的殺敵無數 但是他有一個興趣 他的興趣是什麼東西 他的興趣就是說 他要收集這個高動 所以這個將軍 他們家的客廳 也會擺太多高動 有一天 這個將軍 這個將軍 他在家裡 在那裡興趣 喔 這個高動是什麼 這個高動拿來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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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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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救到玉杯後 他的覺醒很好 他的覺醒他最少想到一件事 為什麼我這個人 經過這麼多戰典我都不在怕 我帶兵 帶獎 出在外面跟人生前 我都不怕過 為什麼我剛才才怕一個發誓 怕一個這麼恐怖 我比較遺到玉杯 這塊玉杯 這個孤獨 這麼嚴重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啊 這個將軍想到 因為我接著 訪不下 所以在這個時候 這個將軍 他媽上這個人說 智慧的煩躁 他媽上說 既然這個玉杯會讓我去怕 是因為他太貴重了 我這四人都不需要有這種情形發生 所以我整期呢 要破讀我心中的這個 這個執中呢 這個訪不下 我剛才那個將軍 剛才把那個玉杯 剛才把他放在肚子 讓他吹噗噗 各位寶寶 當將軍跟玉杯 騰擋頭後的時段 將軍很開心 因為他解脫了 他解脫了 當初金碧風禪師 他也是一樣 他收到很好 很好啊 他收到 有夠好 有一天 這個玉杯無雄 要來抓他 因為收完醫癥了 要把他抓回去 金碧風禪師 他發現 他收到這麼好 為什麼才會再黑白無雄 可以來抓回去 那麼在這個時候 為什麼才會抓到 因為他執著 執著那個玉杯 他當買了金碧風禪師 他就是把那個玉杯打碎 連到人在飛空中 傳一句話 讓黑白無雄說 他說 如果要抓我金碧風 當用鐵鏈所需空 你比較抓我會對 不然你抓我不會對 因為這個故事裡面 也是在跟我們說一遍 我們人 因為接著他去索包 我們人 如果放下就能在這裡解脫了 曾經有一個爺爺 這個爺爺 他是坐著要去英國 一隻大隻索要去英國 結果這隻索來到海中園 遇到大海影 遇到大風暴 這個大風暴 做成這個海影 這樣欺負 這個幅度有夠大 大到那隻索包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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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人都說要怕事 大家都想說 慘了慘了慘了 慘了 是不是鐵達年後的 的事情還會發生 結果這個阿婆 他從頭到尾都不堅定 他心很症 這樣在那裡祈禱 他在祈禱 他在祈禱 他是在說什麼的 當然別人不知道 好這個海影不管多大 那個阿婆就是在那裡 正心在那裡祈禱祈禱祈禱 到沒有了 這隻索 海影呢 暴風已經過了 海影已經平時了 這隻索呢 也是這樣扶正 阿婆發生什麼 意外 整隻索的人家 就走來這個阿婆的生父 並說 你把阿婆 阿婆阿婆你真的很勇敢 你剛才這個海影這麼大 我們大家人都會怕事 結果你的心這麼症 你一直在那裡祈禱 到底你的心怎麼可以這麼症 那個阿婆 我跟大家說這句話 他說 我有兩個女孩 大小女孩 躲在天國 第二女孩 躲在英國 我的心 已經普通好了 如果是平準 我就來天國 找我大小女孩 如果還是不平準 我就來英國 來找我第二女孩 既然兩位都可以找到女孩 我是怎麼就要緊張 就要煩惱 哇 當這個阿婆 她說到這裡的時候 讓我們去想到 想到什麼 想到說 一個人 他對得失 他完全沒有去把他放在心肝裡的時候 有什麼東西 還可以讓他 把他收拔掉 證明 有一個生理人 他想要賺多少錢 他就去看 問說 有什麼方法 可以賺多少錢 就有人幫他補 好 那如果是10月 那外娘出來之後 你 要去把他收最好的茶 來拜飛行 好 在飛行 發育 就能處理 很多財富 哇 這個婆羅文 他聽人這樣幫他補了的時候 他真的就是 去叫人去掃茶 做那種最好的手朵 你如果把手朵打開之後 每天就是來收茶 來供養這個飛行 那麼他這種供養 這種燒飛茶 來供養飛行 燒半年過 他發言 生理不夠好 錢也不夠錢 這個時候 有第二人早來告訴他 他說你如果是做生理人 如果是要好人 每天 日頭要出來進場 每天 月娘要出來進場 你要準備 這樣很新鮮 很生意 很大富的生理 很好吃的 美麗的這個 飯菜 來供養祖天 這樣祖天保比 你就能賺大錢 結果這個生理人 同樣這個動作 又做飯菜 發言不好 都沒有賺到很多錢 結果這個佛羅文 有一天 他的福報告 去尋到佛島 去把佛島稱呼 為什麼人家報說 若是燒飛茶 來供養飛行 可以賺到錢 我用飯菜才會沒感覺 還有人家報 若用生理來供養祖天 這樣我可以賺到 這麼大的福報 可以賺到很多錢 我也沒感覺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佛島就跟他說 他說今天 你所做的事情 要不賺到公益 就為自己先做的 普羅文他說 為什麼說 他說 第一 人家找人 換得好洗好洗 你就為了 你國人 要來 這條財富 你每天找手 每天在找 每天在找 你雖然說 手部無情 但是他們 也有生命 你每天在找 每天在找 你怎麼知道 你找多少手 第二 你說要用生理來供養祖天 結果你每天就台 這麼多錢 每天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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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做的作業 哪有可能 讓你得到福報呢 哇 阿 普羅文 讓福德 給他開始 給他基點 之後 人家就生起 慚愧心了 他把福德 整個 參會 當時請到福德 不然我自己練 怎麼做 才能得到福報 福德 說 第一 要友好四大人 我們的四大人 一定要去好順 第二 你 要逃行繩術 你是一個生理人 你有很多的能力 可以幫助困難的人 你要去做很多繩術 第三 你要努力心 這裡有一些特殊 這個這裡給他祈禱 我們的心來五毒 都要給他祈禱 要用清淨心 好好收福報 你祖年就能得到財富 為這個故事裡面 也是在跟你說 我們人 一定要做到方法 走到路 奉下 是每一個人 要教他的 內心裡面 不應該有的接著 要奉下 奉下 詹金 藥山禪師 我們中國禪宗裡面 很有名的 藥山禪師 他有一天 帶他兩個土地 一個叫 道武禪師 一個叫 雲眼禪師 那時候 道武跟雲眼 又是雪禪 藥山禪師 帶他們到外面 一路走 一路公返 結果在面前 有兩張手 一張手 真真相容 綠意昂然 另外一張手 是四手 大吉 好笑 完全了無神趣 這個時候 藥山禪師 他就問什麼 他問 道武跟雲眼 他們兩個土地 說 一張是我的 一張是四的 你們感覺到的一張比較漂亮 道武禪師 他說 師父 我感覺 雲眼禪 比較漂亮 藥山禪師說 為什麼 因為雲眼禪 這張手 他真的綠意昂然 真真相容 真真相容 喔 藥山禪師說 這樣我知道 我知道 藥山禪師問雲眼 你看是 對一張手比較漂亮 雲眼說 我看是四手比較漂亮 喔 藥山禪師說 為什麼四手比較漂亮 他說 師父 雖然四手 一張手 他沒有生命 但是他所流下來 那個大肌 哭哭 他有意境 喔 他有一種意境 他怎麼像你跟我們說 生命的真理 是在這種形裡面 可以展現出來 哇 師父也說 喔 有你有你 這個時候 有一個小沙蜜 都在頭前走過 那個小沙蜜 都走過的時候 欸 藥山禪師說 欸 小沙蜜過來 過來 那個藥山禪師問小沙蜜 欸 小沙蜜 小沙蜜 頭前有兩張手 一張是我的 真真相容 一張是四的 這樣產業的枯子 對一張得漂亮 欸 想不到小沙蜜 他怎麼說 他說 容得由他容 哭得任他哭 喔 我的屬宅他我 死的屬宅他死 喔 哇 在這個時候 藥山禪師哈哈大笑 容得由他容 哭得由他哭 世間的殷念 不是這樣嘛 我們不用再接著 因為我們的心相關的境界 就是不懂 為什麼才會叫如來 喔 如來就是來來去去 心不動搖嘛 握在手心 永遠 都握在手心 那是執著 如果永遠都是壓在心底 那是負擔啦 要記得喔 人是要有舌才有得 不要什麼事情都把它放在心肝來 什麼事情呢 都把它放在心肝裡 結果呢 哭到自己 阿嬤是哭到別人 曾經呢 壇山和尚 他帶到他的土地 要過一條客 結果要過一條客的時候 看到有一個小路 站在客那邊 看到對方在那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這條客那裡原來有一條客 但是客呢 去給房子了 那個小路啊 小姐啊 他不知道要怎麼去過客 到外套客去到對方呢 欸 這個時候 壇山蠶絲呢 他跟這個小姐說 他說小姐 你是不是要過客 要去對方 他說對啊 但是客已經回去了 欸 彈山蠶絲說 啊不然我幫你按過 這樣好 小姐說 師父這樣會抱歉 他說不會 我也是剛才要過 阿嬤回去就回去了 來我 你起來我幫你按過 結果 這樣小姐這樣 爬起來 師父的腳這麼拚 師父就這樣 一步一步 穩穩 要走過去到 客人的對方了 欸 小姐就來 跟師父 謝謝 阿師父就說要洗你喔 一路要小心 那麼在這個家呢 這個事情過三天 彈山蠶絲 他的到底了 有一天 他終於動不掉 他就問他 師父說 師父 師父 我今天有一個問題 要請教師父 不知道可以問還是 不可以問 欸 彈山蠶絲說 你問啊 欸 他到底說 師父 我們出家人 不是男女 受受不親嗎 為什麼你三天前 還要按那個小姐過家呢 坦聲蠶絲 哈哈大笑 他說哈哈哈哈 三天前過家 我就給他奉學 你很辛苦 想不到你再加班三天 你沒有奉學 所以在這個家這種 法的 這種相應性 有時候是 企機企理啊 各位婆娘 今天 我們所說的 人生 真的是要奉學 奉學 它可以讓我們 心中無接種 奉學 它可以讓我們在主宰 奉學 可以讓我們在改團 各位菩薩 感謝您 在這次觀衆 啊 成功功功 祝福 大家 合家平安 啊 當時 我們的投票 可以日子生中 和日子進步 奉命奉分 打開生命電視台 就是打開您的心 打開您的心 就讓我們心中的佛陀 呈現出來 把愛 慈悲 平等 清淨的智慧 願各位常常打開生命電視台 打開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桃園佛教聯社公告 本聯社原定於111年10月27日至11月30日至 其見傳授護國千佛三壇大借會 應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在國內蔓延 借會籌備工作受阻 為守護戒指在更安全的環境中受戒 及借會各項籌備工作能更加完善 本次傳授護國千佛三壇大借會將展延 期間日期是疫情狀況例行公告 感謝十方長老大德籌備期間 對借會的護持與協助 期待疫情早日消弭 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展延造成諸山長老及諸位護法大德不便 誠感潛意 今以此函 啟白十方 無限感恩 桃園佛教聯社助詞 是明矮致敬 中華民國111年7月1日 世界越來越快 他們卻越來越慢 思考慢了 歲月也慢了 他們越來越遠 在一百萬次的擁抱中 彼此的生命變得不一樣 華山基金會邀你一起幫助老寶貝 慕見連尊者大慈大孝神通第一 慕見連尊者在佛陀的弟子中神通第一 時常獻大神通力 酷法降魔 度化外道眾生 但神通不抵業力 尊者母親造業在地獄受苦 信得佛陀開導 以共生功德拔見其母 尊者感恩佛陀 並實踐于蘭噴孝親報恩法會 以報父母神恩 一心鼎禮尊者目見連 祈願大眾見捨力生歡喜心 並學習尊者行大孝於親 以大悲度眾 護法護教 以方便智慧之力 傳播菩提種子 广滝 三明星 等一堆 雙峥尔 Civil 雙峰 公層 熊 自身 点一盏灯 一半鲜香 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